通过身体 我们展示了各种的行为 积极的 消极的 中性的 有用的 必要和不必要的 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平等的反作用力 会在瞬间几个月 几年 或下几个世纪后发生 让我们来看看因果报应之谜 这个行动和反应的精神法则 现在人们常会以自己的错误 而抱怨别人 夜里的法律 同样是因果的法律 之所以好和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是由我们以前的行为而决定的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想要提高生活的质量 我们必须提高行为的质量 在自然科学里 刘邓第三定律告诉我们 每一个着用都有一个等量的反着用力 基督教提醒我们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妨碍别人的事 迟早我们会有报应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散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为了完全理解因果的法则 我们必须考虑重生这个问题 在色仪式 我们正面和负面的行为结果 将会带到下仪式 事实上 这一世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是我们上一世行为的果子 当我们真实地理解到因果的法则 我们能够不再为任何环境和情况 抱怨别人 我们能优雅地接受 我们自己犯了错误的结局 所以我们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出生于富贵之家 而有些人生来就贫穷 知道因果的法则 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过去业力的账户 通过坚韧不拔的忍受 现在的挑战 同时我们被启发者 做一些积极的行动 去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 我们现在的任何行为 都将获得未来的果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